好 晚安 小龍在那邊邊 好臭 我要被那個味道震了 生化武器 不要一直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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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嗎 他一直敲那個 就是貓砂盆不是長這樣嗎 就是正方形的 然後他是一個正方形的 然後他有個門不是嗎 那個門就是只可以進去不能出來 所以他的門就是這樣擋在裡面 就是他可以這樣子開 關 可是他不能夠往這邊開 因為他擋在這裡 所以他就一直一直 一直拍那個門 那個門就會一直像這樣發生聲音 誰家的貓啊 晚安 後銀 晚安 欸 後銀有線上有那個嗎 談話會嗎 因為今天公布了談話會的消息嗎 我忘記我沒有看帖文 可是我有轉發 可是我忘記我還沒看帖文 我今天會 直播會往後演 是因為今天有練習 然後練到比較晚 所以就一直在往後演 Sorry 讓大家久等了 他說 預計從六月開始進行的談話會延至七月上旬 所以會延到 反正已經七月 他七月才公告 七月才公告也太晚了 核對作業時間延長 他們預計六月開始的線上談話會 就是之前大家 握手會改線上的大家 就是會改到七月上旬開始 所以就是大概這個時間 沒有留給自己好吧 太可惜了 其實蠻希望之後握手會 有一部分是可以轉線上 就是可以同時並行 在海外的粉絲就不用一直在外面等 一直在海外等 一直在海外等 很貼 You wonder 什麼 都可以 心的 首先 不要換照片 對啊隨便換換 我的IG不是IG 我的那個Longlife的照片換 隨便換一個 之後想到再換別的 蠻喜歡那張照片的 雖然我只有把它發在 它就是一個人隨手拍的現實動態 大概夠發假 對啊其實我只剩一個 因為另外一個不見了 所以我只剩下這個 所以我瀏海都扔往這裡夾 它是化妝用 這個很久 我從剛一起生到現在 用到現在 就是出道機構買這樣的 我今天是如果出道 我們出道前面 就是我們成團 2008年2月那時候買的超久 現在已經2022年7月了 所以是4年多 它明年這個髮夾就要5週年了 欸對 9月就是一騎生報名 一騎生什麼 征選開始滿5週年 時間非常的快 因為我們是2017年9月開始報名 一騎生征選 所以很快就要5週年了 波瑞瑞晚上好 波瑞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我沒有放音樂等我一下 我有點鼻音 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點鼻音 媽媽一直叫 我不是回來了 還叫 什麼 有空氣 有空氣 我沒有放音樂 我不要 langue 我沒有放音樂 我決定 快樂 你要讓我放音樂 要讓我放音樂 是我 眼睛 小瘋子 你撞到我的鏡頭 小瘋子 你這個小瘋子 他很不容易選兩個表情 小瘋子 就這個 我的新椅子看起來不錯吧 他這個size根本對我這個身高來說就是非常的適合 因為他剛好我的脖子可以靠在這裡 可是如果再高一點點就不行了 所以高一點的人不建議買 他就是大概 而且他可以躺下 就可以 對 他可以這樣子 可是這樣子開直播實在是有一點點 有人在抓我的椅子 走開 我摸到了熊熊你不要抓 就是這樣開直播實在是有一點點 就是太舒服了 所以應該會起來開的 對176的人感覺會做起來會像這樣子 就可能比較不能這樣子躺 可是我可以 因為我只有157 158了啦 158 不會他抓不破的椅子 小瘋子其實沒有你們想像中那麼暴力 就是他抓東西就是 就是 也沒有很用力 就是目前沒有東西被他抓壞過 只有被他咬壞而已 貓爪不是熊爪 他的熊爪抓 對阿 他的歌根本都不是2022年阿 亂騙我 好吵喔 你熊熊 老婆 我天的怎麼會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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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有沒有東西我們昨天在幹嘛 昨天在 雪雄其實我敢直加 不要稱讚他我今天不給他鏡頭 雪雄過來 一點機會都不給 一點機會都不給我 一點機會都不給我 我選網椅 我不喜歡網椅 我喜歡這種 我跟MOMO是同款的椅子啊 對啊 MOMO也是這個椅子 我是一開始不知道買什麼 一開始本來想要 想要買那種 就是那種電競椅 或是連體工學椅 然後後來 MOMO跟我說這種椅子比較舒服 然後他就 推薦我 然後我就想說 欸價格可以接受 然後我就上網訂 然後我一開始還想說 欸會不會寄來就是很 很爛這樣子 然後 可是他要自己裝 然後我就自己裝 自己裝自己裝 然後就 坐 發現欸 不知道是不是我以前的椅子太爛了 所以就是坐起來很舒服 我這個椅子比較沒有 講究 可以彈出來嗎 我可以啦 因為我本身 我體型不大 就是 我比較矮 然後 腳也沒有特別長 所以就是 這種東西對我來就OK OK的啦 Mini 2啦 什麼 欸他們平常他們幾個也常常在那邊 偷買東西不揪的好嗎 就是偷偷 這是我們姐妹電競椅 哈囉 晚上好 電競椅不長大嗎 可是他說 他的蝦皮 他的蝦皮分類有在電競椅裡面 好 我就當他是電競椅了 他是我的電競椅 靠著睡的話會舒服 我不知道 我是一個習慣睡床的人 所以 他對我來說可能沒有辦法到很舒服 就是要 可能可以吧 如果真的很累應該可以睡著 這種是主管椅 主管椅是真的有這種名字嗎 Apex小隊椅 那可能要叫賢迪奇爾買一個 我已經忘記賢迪奇爾椅子長成了 就真的 我不知道還好我覺得不會很熱 因為 我在 因為我想要的椅子就是我可以坐著打電動 然後打完以後 然後比如說我要看Netflix之類的 我就可以這樣躺著看很舒服這樣子 所以就需要一個可以喬椅背的椅子 就是他可以撐著我 因為 有一些主管椅 他們不是沒有那個嗎 就是沒有那個拉的那個 就是他們是直接用躺著就可以往後 可是我就不想要這一種 我想就是 他可以撐住我的重量 就是 我想要撐 我想要做起來 他就幫我撐著 我想要下去他就幫我下去這樣 然後 好 者 就是 这件买车了 这件买车了 大丈夫哦 我在想我今天要讲什么 因为今天没有特别准备 以前太胖做过 他真的有胖过吗?这很瘦的感觉 后来都做铝合金脚夹 这是阴影的问题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上一张椅子真的是太硬 上一张椅子就是一个木头做的 IKEA的木头做的椅子 然后他就是给小朋友写功课用的 然后就从我小学做到现在 我已经长很高 所以已经做不下那种椅子了 那是给小朋友的椅子 给小小孩的椅子 不是给我的,我是大人 哇,无法想像阿正以前胖的时候耶 那你中间经历了什么 好 嗨 等一下 感谢 好 拜拜 拜拜 晚安 没有,我爸送东西来了 因为我还没吃晚餐 所以,就是我的晚餐 是蛮好吃的 就是 这个 它是我爸 为什么要给我那么多餐具 就是它有刀叉跟汤匙 就是 它是一种神奇的食物 可是它很好吃 这个橘色的东西是 我很少吃家里的真的 我真的一个礼拜吃家里 一次两次就蛮多的 就是 就是 而且是我爸有煮我才可以秤一下东西 就是它是 红萝卜加 马铃薯再加洋葱 然后就 打成 泥吗 然后可能有调味吧 然后 有一个肉 就是有牛肉 水煮的 然后 这个是双黄瓜 对,这个蛮好吃的 个人很喜欢 没有这个是他们 七八点吃的东西吧 七点吃的东西 只我回来 他们重新热了一次 这应该没有很健康吧 还好 我最近没有 因为我还没有很饿 我有吃 我出门前有吃一点点东西 就有去练武前 有吃一点点东西 所以不会很饿 我回来的时候 现在也开始有点饿 都很不喜欢的东西 可是我 我也很讨厌吃红萝卜啊 可是这个我可以接受 就是如果 你叫我单吃红萝卜 还是你加在三明治 还是你加在汤里 这种我不行 可是你如果做成这个东西的话 我可以吃 这根本很好吃 就是 我小时候吃的时候 就 嗯,这是什么 然后就开始一直跟我把它要 算清淡 真的吗 我可以吃这个七个礼拜 它的味道就是有点 它的味道就是有点 因为它可以加醋 就有点酸酸的 然后呢,你加一点点奶油 那就那个奶油的味道 然后就是 现在就是马力士味道 我真的很不喜欢红萝卜啊 可是 加在这里面我都可以 不行,我真的水煮红萝卜 那个味道太重了 会有一个 红萝卜那种香香的味道 我宁愿吃一百 一百顿的香菜 也不想送我 可是这个成功改善了我的飘食 雖然它是再微波的东西 我觉得我爸很厉害的一点 就是他可以把很多 我觉得很难吃的东西 煮的很好吃 就是 洋葱,红萝卜还有 马铃薯 打在一起吧 我太懂你 我真的不喜欢红萝卜 我爸 我爸 什么东西不能讲话 我爸 年轻的时候是自己住 十几 好像快 他好像还没有二十岁 他就搬出去自己住 然后那时候他是 住在 因为他那时候没有钱 然后他就住在一条小船上 然后那小船上就是 他就住在那里面 然后 他说他那时候洗澡都去朋友家洗 所以他不会没洗澡 然后 后来他就搬出去一个人住以后 后来他就真的住进房子里面以后 他就开始 就是自己煮饭 他每天都自己煮 因为 也有可能是因为荷兰人 就是很常自己煮饭吧 就是他们的餐厅 开的时间 通常都不会开到很晚 就是好像六七点餐厅都关了 所以他们 通常都是全家人一起 煮晚餐 然后吃晚餐 荷兰特技厨师 其实我觉得我爸可以就开店 我爸如果考虑辞职 时代化的工作 他晚年应该可以就开个店 他也可以去开个餐厅 我觉得应该会蛮好吃 应该会蛮不错的 就是 我觉得国外很多菜 因为我没有在国外住过太长的时间 所以 有时候听到一些我爸讲的一些国外的菜 你就会觉得说就是 嗯?这种东西加在一起会好吃吗? 可是 他真的做给你吃以后 你就会觉得 哇!很好吃耶 然后你就会入坑这样子 就是 就比如说像是这个菜 一开始也觉得说 哦!这些东西喇在一起会好吃吗? 就是洋葱 红萝卜 白米薯 喇在一起会好吃吗? 可是吃着就 哦!很好吃! 然后 蘑菇汤也是 我爸第一次煮蘑菇汤给我喝的时候 我那时候觉得蘑菇汤什么鬼 因为我不喜欢喝香菇鸡汤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蘑菇汤感觉就很恶心 然后后来喝了 就发现很好喝 就喜欢 然后 然后 后面就是 我爸有做过那个法国的咸派 然后咸派 他就说 我就想说派不是都是甜的吗? 那么咸的 可是吃了也还是觉得 还不错吃这样 就因为没有菠菜啊那些 我没有到很飘食吧 可是我在街头范围内啊 而且你如果跟我说不吃这个世界就很灭 我可能就会吃吧 就是你要逼我吃也不是不行 你真的就不喜欢 我不喜欢吃红萝卜跟青椒 那不然吃橄榄 然后我不敢吃辣 辣是真的没有办法 我真的吃不下去 一度 一度 恰吉 咸 咸 咸 其实我爸必须要先解决这些食物的卖相 真的都很 卖相真的都不好看 我吃芋桃啊 吃 这是我的救赎 这是我的救赎 嗯 好吃就好 我一直这么觉得 可是我想如果以后 我爸特别想要开餐厅的话 我妈跟我爸的厨艺都不错 我觉得我满幸福 就是我们两个小孩都满幸福 只是后来比较忙 所以比较少吃 不然我们应该要满胖 就是 我爸 我爸很会做菜 我妈也很会做菜 可是我觉得我爸做的菜我更喜欢 可是我妈 小时候就负责我们的三餐嘛 然后也觉得他做的菜蛮好吃的 只是 我想到就是他有一年 大概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他那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 迷上了自创料理 就是他可能会想要学我爸 就是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配在一起 然后就会很好吃这样子 然后他那时候做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 他那时候给我们晚餐煮了烩饭 然后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样的烩饭 他做了芒果烩饭 就是他把芒果加进牛肉烩饭里面 然后 就觉得这样子好像会很好吃之类的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看来这个东西 然后 他那时候就做了芒果烩饭 就是芒果烩饭 然后我那时候跟我弟放学 然后我们就是喜欢高科下来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有点傻眼 什么橘橘的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 今天吃芒果烩饭 然后就是 希望我们吃 就叫我们赶快吃 然后吃完以后真的是很恶心 对不起 可是真的是 我妈煮饭很好吃 可是那一次包我们就是 她挑战失败了 谢谢 真的很难吃 然后 我跟我弟那时候就看了一下对方 然后就 真的要我们吃这种东西吗 然后 我妈看到我们两个很不情愿吃 我妈好像就是那天心情不好 就有点恼羞 然后我又有点无法忘记 我妈那时候逼我们把它吃完 然后我跟我弟就一边吃一边 然后我们就把它吃完了 就是它有一种草生的味道 就是芒果咸咸 然后加那个甜甜的芒果 它就有一种草生的感觉 臭酸味 然后我妈那时候逼我们把那个吃完 我真的是 记到现在还记住这件事情 我到现在也是会提这件事情 跟我妈讲 我就跟我妈说 你还记得芒果烩饭吗 她说你不要再讲这件事了 这是黑历史 真的很可怕 我为什么要做收音员 奇怪了 我要做厉害一点 我要去算钱 我要当快记 我妈自己有吃过吗 我不知道她应该自己有吃 我妈有玻璃 我妈那时候超玻璃心的 她就说不管你们不要吃完 这是我的心血 然后我们就 吃 我吃 可是就记一辈子 我那时候还想到就是 因为我妈会 我妈她很节省 所以我妈那时候比如说我们吃不完的咖喱 还是那种烩饭 她会冰起来 然后可能隔天就是在解冻她自己吃 或是给我们吃 然后那时候 因为芒果烩饭就想必 她煮一大锅 大家就是没吃完嘛 然后我接下来就是 隔天早上上学的时候 我要开冰箱的时候 就发现 我妈竟然把那个鬼都冰在冰箱里面 所以我马上还要再吃一次吗 然后我跟我弟就想说 然后我们要不要把它倒掉 可是怕被扁所以就没有倒 也就是我们真的开餐厅的话 大家可以来做做 超恐怖 我跟我弟从小就是 很合作的关系 我不是说过我跟我弟感情还不错吗 就是从很小的时候 我们两个感情就很好 就我们那时候很常一起做坏事 就比如说那时候 因为我跟我弟那时候都睡这间房间 然后 我们就两个都书桌 就一个小孩子一张 并在一起这样 然后那时候那里本来是放 就是那个 熊大那边 本来有摆一台电视 然后那个电视下面有一个什么 很像机上盒的东西嘛 然后那个机上盒是 它的遥控器不见了 只有电视的遥控器在我这里 然后它的机上盒遥控器不见 所以机上盒可能用手去按 然后我们有时候就是会 写功课偷看电视 可是我妈那时候很凶 就不准我们写功课看电视 可是我们就很想看 所以我们就会 故意 就是偷偷开电视 然后开景影这样看 然后我妈 因为我们客厅在一楼 我妈通常在一楼煮饭 然后比如说 他有时候上来看我们要干嘛的时候 他上来一定会有脚步声 然后他就是会碰碰碰 然后我们听到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会很有默契 就是我站起来 我就是用遥控器 远端把那个电视关掉 然后我弟就是站起来 把那个机上盒关掉 然后就赶快继续写功课这样 我们以前就是这种生活 非常厉害 开个车 偷看电视 真的是超浪漫的一件事情 现在偷看电视 都不会有那种遮耳感 以前的电视感觉 比较好看 因为那时候都是偷偷看的 对 我妈会去摸电视 有没有那个热热感 博家姐弟 合作无间啊 我都是偷打电动 偷打电动太厉害了 偷打电动那个 要关掉 你关你舍得关吗 比如说 你妈见人说 这关完完这样子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电动 好像到国中才来买 我跟我 因为我的手机很久 我好像很晚才买手机 我是上国中才买手机的 对 对 大防 嗯 掉了 我會先一直包起來 因為那時候還不是流行手機啊 應該是到很後面開始流行手機嘛 我記得我媽以前還在玩那個 那種不是智慧型手機 然後開始那種泡泡的龍可以玩 然後我就跟我媽借手機玩 就比如說坐公車的 我說媽媽我可以玩泡泡龍嗎 媽我想玩泡泡龍 然後媽就會 就玩泡泡龍 是不到3310 可是我媽那時候都有Sony Nokia 我第一台是Sony 我 我要吃完了 我最近真的變很胖 嗯 那個Sony 好 看不出變胖是因為 沒機會讓你們看啊 還有就是讓Live有特效 那 補個口紅 體脂有變高吧 體脂有變高吧 變蠻高的 我很需要減肥 724見證張 724會見證張嗎 724前我會瘦下來了 我就是因為我蠻Lucky 就是我都胖在肚子跟屁股 所以就是大家都不太會看到 所以就是大家都不太會看到 除非就是有 水灼生血 那時候就會瘦下來 很難看 Longhtano sieho Longhtano sieho 那這禮拜聽說會有很多東西可以讓大家知道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後我們跟大家講說就是 我們生日會有可能會辦在八月底嗎 但現在好像有改時間 就是還不確定 可是可能會有再往後演一點點的機率 所以大家就是九月初跟八月底的時間都可以留一下 就大概八月二十幾或九月十號前的時間可以留一下 就是可能會辦生日會 對就是不要到處宣揚 因為我就是很怕大家那天要幹嘛之類的 所以就是跟大家預告一下就是八月就是 我們的生日會會大概在那個時間 公演不知道公演之後 之後有辦法跟大家說再跟大家說 因為像公司現在也會想要讓粉絲早點知道一些資訊 就想要讓粉絲知道說就是我們七月這次沒有reset這樣子 因為七月就是下了BA演唱會二十四號的時候 所以還是二十三就是 還是這兩天某一天忘記那天啊 對啊 現在如果變成九月的話就變成是他們蹭我 不是我蹭他們 終於有人來蹭九月了 小熊熊呢 欸小熊熊呢 好可愛喔他在一個地方睡覺我去找他一下 小熊熊 小熊熊來 大家看一下小熊熊 나도說 哪是這個地方 怎麼喔 那個 mic 鈴氏 你看小熊熊 誰說的 我沒有說吧 就想摸一下他 我跟你講我昨天做一個噩夢 我昨天夢到就是 我上房間的時候看到命案現場 我就看到熊熊躺在地上一動一不動 然後還受傷了 然後我就很緊張帶熊熊去醫院這樣 然後我就夢到這個噩夢 然後我醒來的時候就趕快起來看熊熊在哪裡 然後就看到他躺在那個藍骨頭上面 然後我就一直去摸他 然後就把他摸醒 然後就繼續睡 就夢到對熊熊不好的夢 然後我就覺得很難過 我第一次夢到這種夢 然後我就被嚇到了 而且好真實 有沒有偷哭 我沒有偷哭 可是我覺得很 我起來的時候也很難過 然後我就 我知道我起來的時候知道都不是真的 可是我就很難過 然後我就轉過去看他一下 確定他還在旁邊裡 然後就起來重睡 熊熊夢到一直被摸的夢 以後他被我摸醒 他可能也覺得他正在做夢 就那個人又來煩我這樣子 我當下起床的時候真的很難過 我就覺得說 阿熊熊 受傷了 怎麼可能 而且我想說到底怎麼樣在房間可以就是 命案現場 阿熊熊天壽 這樣子會天壽嗎 聽說米克斯不是可以活15到20年嗎 我想說還蠻久的耶 就是 這種 這種 這種貓 米克斯這種貓就是很棒 就是 可以活很久 所以就跑很久 嗨 他睡覺很可愛 他會一隻熊熊就是 有點亂 一隻熊熊會生在那邊 這裡 跟熊熊握手 握握手 你也熊熊的頭 小花雞 小花雞 滋~~ 滋 滋滋 滋 小松 趕快我們要 我們要 我們要 欸 你不可以轉頭啊 你轉頭這樣我們就 我們就沒有 我們就沒有這種感覺了 捏你的頭 超可愛 超可愛 好像今天沒有我啊 我是進來的時候發現 他變成那樣 所以是可能是別人 可是我自己把它做別人之類 小花雞 膽的理你 怎麼可以 他表情的確是 有一點 有幾分的不屑 幾分的不屑 就等我 你會不會 大小火 你會不會 來 你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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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超難要出第3集 我弟怎麼都愛養狗 我弟 勇哥晚安 我弟 應該是無法吧 我弟可能到班出去那天都沒有辦法養 可是我弟已經正式被熊熊 訊話 就是他現在 每人都超愛熊熊 我先帶他開一個小時喔 因為我明天要早起 所以我先開到12點左右 變成狗狗被熊熊欺負 我也覺得熊熊會欺負人家 可是我覺得熊熊會吃醋耶 因為熊熊就覺得這裡就是他的地方 然後 也太好笑 我們禮拜五還是有一個直播的 我們次回到 阿 阿 最近有像一隻毛 好像有聽說欸 是不是橘色的毛 橘白的 橘白的毛 好像在罵人 叫 偷比 為什麼叫 偷比 偷東西喔 偷比 小偷 偷橡皮擦 為什麼叫 偷橡皮擦 阿 它那隻 另外一隻叫什麼 大隻叫 偷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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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偷辣 日文嗎 老虎 偷辣 偷比 麥奎爾 Kobe 怎麼叫Kobe 很可愛 賣的啊 我朋友跟我說他想要去澳洲打工旅遊 我就說你等一下被騙護照被抓去賣 拖拉 虛拖拉 拖拉虛是什麼 是打call嗎 有沒有機會 C-Rubo 他要去澳洲彩唱 Mix要出寫真書耶 好想要喔 大家都很漂亮 真的芒內衣服也太 也太好笑 澳洲有草草莓喔 木草好像比較多 我不知道他會開車他應該可以吧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這 這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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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顧小袋鼠 會被袋鼠拯稿 會不會被袋鼠拯草 去讓五尾熊爬一爬 去澳洲讓五尾熊爬一下嗎 不過聽說去澳洲打工真的蠻能出現的 這是真的嗎 好酷喔 我身邊很多人 已經不考慮留學了 他們要去打工留學 打工換宿嗎 或是打工遊學這種感覺 不會太多了吧 這個也是唯一說 這一輪要叫做小鮮 一堆圓 一堂圓在臨壁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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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是不是一個可以自己一個人住的人 演技要加強 我覺得我這種脾氣的人沒有辦法去日本生存 台灣最讚的 因為這是我們的舒適圈啊 雖然我們是一個日式團體 但是其實我們的公司裡 基本上都是台灣人啊 就是還是一個很台灣的環境 需要去面對日本人的不會是我們 這是公司啊 可是我想不到就是 這樣講會不會有點影戰啊 就是不是說台北是最 最多人最繁雜的地方 最繁榮 我不想要說它最繁榮 因為好像就是講說其他現實很失敗 可是也不是很不繁榮這樣 可是就是也沒有這個意思 就是我知道台北之外還是有很多很多很棒的縣市 然後我也蠻喜歡就是上下 因為上下空氣很好 人也比較 生活步道不會那麼緊湊 可是就是 感覺 在台北生存 我已經習慣了 我就是比較習慣在 繁華的地方 就比如說 我要去日本的話 我也會想要選 東京這些地方去 去 美國的話 可能也會想要住在市區啊 也還好 我們真的不太 我覺得我們比較常遇到 日本的時候應該是 還是西藥的那個時候吧 就是我們公司還叫西藥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比較多日本人 就比如說像 台北西桑 可是台北西桑算很日本嘛 因為他雖然是日本 可是他在台灣 也生活了一大段時間 然後 他也在台灣出道過 所以台北西桑 如果不算的話 那時候也有一些 高層他們也是日本人 所以就是算是 還是有跟日本相處吧 可是現在可能因為疫情 然後又加換了公司 可能就是 公司老闆比較就是 就是都是台灣人 所以他們 我們就比較不會有日本 半直音姐妹團 半直音姐妹團 TB是子宮是嗎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我們跟其他姐妹團 一樣吧 沒有什麼直音不直音的問題吧 我覺得就只是名字不一樣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不管是不是 我們不管是 TimTP還是TP 都會跟現在一樣 就是不會有任何的不一樣 所以 就是都蠻台灣的 就只是名字長短 大家好不好記問題 就是現在名字這件事情 有人起來吃東西了 TB跟其他團一些分別 怎麼說呢 STUFF不好跟我們粉絲吵架吧 我不知道欸 為什麼 為什麼STUFF要跟你們吵架 怎麼會有吵架的問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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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熊起床啊 看個屁屁在那邊 阿正 阿正 阿正不要吵架啊 沒有啦 跑去拍屁屁 那椅子太舒服了 爛下來 下來還要爬回來 太麻煩了 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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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常常也會 就是開一些歌之類 就可能會唱 隨機唱一些AKB的歌 可是我事實上 我並不知道 我可不可以這麼做 因為沒有人告訴我 我不能這麼做 就是沒有人告訴我 我不能夠在直播上面 唱AKB的歌 也沒有人跟我說 我不能夠coverAKB的歌 可是 我後來有聽說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想說 欸 那怎麼沒有人來抓我 懂嗎 就是 沒有人來抓我們耶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 他們沒有注意到 還是就是 只有我們可以 應該不會有只有我們可以 這個問題吧 因為這樣就不公平啦 我覺得這可能 只是我們還沒有被抓到 所以我就想說 喔 那就等到我們第一次被抓到以後 我之後再不要這麼做 這樣可以嗎 我覺得抓到這個也沒有很奇怪耶 因為畢竟 他們直音 他們 就是 姐妹團 AKB開姐妹團 我們要 表演什麼歌 本來都是要經過 他們的統一啊 就是 這個在台灣也是這樣 就是你想要cover誰的歌 通常也都是要經過 唱片公司的統一吧 就是要經過對方的統一吧 就是 都是這樣的 比如說你今天我們下演唱會 然後我們要來cover 梁靖茹的勇氣這樣子 然後 我們就一定要先跟他取得同意啊 NO啊 就是你不能夠就是想唱就唱 因為畢竟 像直播這個東西 要講話 直播也算是一個有收益的地方嘛 所以 任何的表演 形式上 雖然 看起來很像就是 你隨便唱唱而已 就只是隨便唱一下這樣子 可是就是 他也算是一種表演 唱的一個 沒有啊 本家分享IKI的cover 可是他那個cover是 就是 就是只是輕唱 然後他跳了一小段 就只是這樣子 就只是這樣 這個還好 就只是IKI在 那個限動上面 就是唱了一 跳了一小段 然後唱了一小段這種感覺 應該說就是 很多人 我不知道 也有可能 就是有可能 就是因為我們是 我不知道 這是我的解讀 反正我的解讀也不是對的 畢竟我什麼都不知道 對啊那個只是輕唱而已 好 這是小 我剛剛講誰唱 我沒有說小琴唱 我講錯嗎 反正他就是一個人唱 一個人唱 討論這個不會有結果 我覺得就是 討論這個不會有結果 所以我們就不要討論這件事了 哈哈 哈哈 等被抓在手啊 都好像就這個心態 地下團叫TV的歌也沒說一聲 對啊他們跳我們的歌 其實我們也都不知情 可是我就覺得 沒差吧 我就覺得 因為如果我是地下團 我會想要cover很多人的歌啊 我是 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很 很 對這種都沒有意識的人吧 我覺得只是公司不知情 所以大家不要一直去宣揚 想就是哪一個 哪一個地友跳了我們的歌這件事情 就是不要宣揚 因為大家不是都知道說 喔會有staff看我們的那個嗎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保護那些地友的話 就是大家就不要再宣揚這件事 不然可能之後就看不到了 大家可能之後就看不到那些地友跳我們的歌 這樣很可惜 發拉利姐 發拉利姐 欸這個我知道 可是 我記得就是 有一些細節也知道這件事 可是大家都是覺得很好笑的 去看待這件事 大家會覺得很荒謬這樣 很好玩 可是沒有看到地友啦 阿正澄清很好 對啊我會覺得蠻驚喜的阿 就是 有人cover我們的歌耶 這樣就是 蠻不錯 像我cover也都 比較喜歡cover一些比較有名的歌 就比較不容易被抓這樣子 是一命入口白 太扯啦 外面上也不能錄 不知道 我不知道耶 我自己是想說就是 會抓不就是因為 希望對方付自己版權費嗎 或者就是版權意識 我這樣講會不會就是很 聽起來有沒有版權保護意識 就是我覺得 這是每個人的權益 你可以去 去 你可以去伸張 可是 伸張 像我就會覺得說 喔 地友跳我們的歌我覺得蠻不錯 就是我覺得大家表演我們的歌 就是有助於宣傳 所以我就覺得不會講什麼 我就覺得沒什麼 對啊 我就是 有版權的人決定 自己決定要不要處理吧 如果別人會介意的話 那你當然就是要尊重別人啦 就是別人希望你下家 那你就敢下家 或是別人希望你之後不要這樣做 那之後就不要這樣做 可是如果別人覺得說 喔這也是一種宣傳的話 那你也是在幫他宣傳 然後你又可以宣傳自己這樣子 所以大家就不要想太多這件事吧 對啊 這是我的個人解讀 米老鼠版權2024要到期 米老鼠版權 什麼意思啊 我在開直播 天啊 怎麼一堆 很喜歡見我房間喔 大家有在搞掉了 對啊 先唸一下今天的鑽石棒 今天第十名謝謝 吃心絕對龍魂香耶 第九名謝謝橘子冰 第八名謝謝小黑黑 第七名謝謝竹輪 第六名謝謝後穎 第五名謝謝勇哥 第四名謝謝吉米洲 第三名謝謝 楊圈裡的路 謝謝楊圈裡的路 第二名謝謝中瑩 謝謝中瑩 第一名謝謝熊麻鎮 登登登登登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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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禮拜五還有個直播 兩天後 到期大家都可以用 這麼酷 這麼酷 原來有這種事情 我可能必須要再多查一點點 跟滿身相關的東東 我們禮拜五直播見啊 禮拜五直播見 掰掰 開始今天關的這麼急 我們也要很早起 所以我先去休息了 大家也好好休息 掰掰 關囉